解散國會 現行國際中心記者陳嘉玲告訴我們 好 是 主播 歐洲議會在禮拜天 結束了一連四天的改選之後 現在初步的投票結果 也已經出爐了 根據各國的統計 這次還是由歐盟最大的 跨國政黨中間偏右的 歐洲人民黨 EPP仍渴望持續拿下 歐洲議會的最大政黨 繼續連同其他中間 還有中間偏左的政黨 取得大約是450席左右的席次 掌握歐洲議會的控制權 也就是說現任的歐盟 主委會主席范德萊恩 還有其他的歐盟的相關的官員 是渴望繼續來連任的 儘管如此 這次歐洲議會 還適量出了一些警訊 因為包含一些國家 像是德國和法國的投票結果 都顯示 該國的極右派的政黨 是得票率出現了大幅度的進展 像是法國出口民調就顯示 由當該國極右派 馬林雷鵬領導的 極右派政黨國民聯盟 就拿下了高達33%的選票 所以這個選票是渴望 在歐洲議會佔領了大約是31席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33%的選票 其實比法國總統馬克宏 所屬的復興黨 拿下了15%的選票 還要高出整整一倍 而不只法國 在德國也有相同的情形 在德國的極右派 另類選擇黨同樣是擺脫了選前的醜聞 拿下了16%的一個選票 而這個數字是在該國的 歐洲議會選舉中是第二高票 也是比現任德國總理 蕭茲所屬的這個社會民主黨 還有其他執政聯盟夥伴的 得票數都還要高 所以是一個相當警訓的情況 也就是說現在原本的歐洲議會 雖然確實是還是由原本的 中間偏右的政黨可以維持多數 但是相關的極右派陣營的席次 確實有來增加了大約是22席 而綠黨則是追打輸家席次 和上屆相比是減少了大約18席 而對法國這個警訓 當然是最嚴重的 因此法國總統馬克宏 在歐洲議會的選舉結果出爐之後 是隨即來宣布 要來解散國會提前大選 但是這個時間是相當的緊迫 因為宣布改選的時間 就在這個月底 6月30號要來舉行首輪大選 而次輪的大選將在7月7號舉行 馬克宏說他無法接受 國內的這個是極右派 不斷的崛起的情況 他因此希望來解散國會 讓大家來重新的選擇 不過不要忘記了 法國的巴黎奧運 很快就要登場了 所以等於法國必須在 7月26號巴黎奧運開始之前 舉行兩輪的大選 所以時間是非常緊迫的 甚至選舉結果出爐之後 會不會導致國內的動盪 來影響巴黎奧運的維安 這部分也是另一大問題 再來解散國會對馬克宏來說 其實也是一場豪賭 因為很難保證說是 接下來新的國會大選的結果 會不會跟這次歐洲議會的選舉 有相同的結果呢 如果這個選舉還是由極右派 來拿下多數的話 那代表接下來法國的總理 可能就是由極右派的政黨來拿下 可能是由魯明聯盟黨的 黨魁巴德拉 或者是巴德拉的導師 這個馬林雷鵬來出任 代表馬克宏接下來三年 就是要來面對 與極右派的政黨 來共處的一個情況 推行相關的政策 當然就是會變得更加困難了 主播 再來看的是朝鮮半島局勢 持續升溫 在北韓速度空飄垃圾氣球後 南韓也恢復了新戰廣播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也警告南韓 再請佳麟帶我們了解 是的沒有錯 南北韓這邊相關的情況 是越來越緊張了 因為北韓是在週末9號的時間 是再次的第三波 飄出了大量的垃圾氣球 進到了南韓這邊 包含週末的時間 首爾 經濟道 江源道 都有民眾目睹到大量的 北韓氣球飄進到他們國家之內 南韓之後也因此忍無可忍了 做出了最新的宣布 說要重啟對北韓的新戰廣播 之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也派出了他的妹妹金宇正 來做出了回應了 他說 他嗆聲南韓說 原本空飄氣球的計畫 原本9號應該就是要停止了 沒想到南韓現在說要重啟新戰廣播 所以他們計畫就要改變 之後也會對南韓有新的回應 但是回應什麼 北韓賣關子沒有對外說明 還有金宇正也證實了 在8號 9號這兩天 其實總共飄出了1400個氣球 而這個氣球是涵蓋了 有7.5噸的廢紙 藉此警告南韓說 如果還不好好反省 那麼南韓之後就要是忍受 減廢紙的日常生活 而且南韓這次的新戰廣播 是時隔6年再來重啟 之前在2018年4月之前 南韓一直有對北韓 有使用新戰廣播 而這個廣播的設備是 大概是有數十個巨大的外型 像是大聲控的擴音器組成 而且高度據說是最高 可以有數十層樓高 而且播放的聲音是 方圓10到30公里 都可以聽見的 而根據過往的一些 新戰廣播的內容 可能會播放一些 像是南韓的新聞 國際新聞內容 或者是一些K-pop流行歌曲 來藉此來影響北韓 而且這個設備的形狀 其實是相當類似 我國金門的新戰牆 直到之後 兩國在簽署了 這個板門店宣言 希望來緩和彼此的關係 北韓才來拆除這個新戰廣播 不過現在就是 兩韓的情勢又變得升溫 又來重新恢復 對北韓新戰廣播的一個動作 至於北韓方面 雖然是兩週內三波的 對南韓空飄了垃圾氣球 但第三波這一次 其實並不如先前的順利 這一次發行了許多的空飄氣球 因為風向的關係 因為當時是吹這個 西風的情況 所以很多氣球 是沒有順利的進到南韓 其實是掉到了海上 或者是卡在山上 不過接下來南韓官方表示 確實還是發現了 有1000多個空飄氣球 以上就是我們為你掌握的最新消息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以色列和他馬斯究竟何時會停貨 78人死亡 至少11.5萬元無家可